有雷是一个火车自尽,封了一个小火车。 又别人拉了火,生意好的时候每天都在路上跑,生意不好的时候几天都陷在家里。 这柳雷结婚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,非常可爱。 转眼柳雷儿子都两岁多了,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的幸福。 柳雷本人吃苦耐劳,很少在老爸孩子面前说苦,方而为了让他们娘俩能过得更好一些,一般都会多来一些活。 有一天,一大清早的,柳雷就接到了公司派活了,准备出去跑车。 结果两岁的儿子突然大哭起来,刚开始柳雷还以为儿子舍不得自己走了,还拍拍儿子的小屁股,好好的哄儿子开心。 结果,怎么哄都哄不好了,而且是越哄哭得越大声。 一听到柳雷要走,就使劲的哄,说什么都不让柳雷走,非常的配得玩。 其实啊,听说柳雷的儿子挺乖巧的,今天不知道怎么,为什么这么淘气。 刚开始的时候,柳雷跟老爸还是慢声慢气的哄着儿子,结果就是没用,特别的闹道。 柳雷渐渐渐的没有耐心了,那边还在活,还在随呢,这边还在哭哭不行,即便是心疼有无奈。 柳雷看没有办法,便拿起桌上的小书本对儿子的屁股狠狠地打了几下,没想到孩子闹得更厉害了。 柳雷老婆看,这打也不是办法,便让柳雷先走,他那边公司着急。 柳雷,儿子他看着,这孩子闹头累了就不闹了。 说完之后,柳雷心疼地看了儿子一眼,便走了。 柳雷这次接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活,感觉不错,便开起火车出发了。 结果,刚走上高速路的时候,被一辆急速驶来的打呼车给冲翻了,碰到了徒步的柳雷,当场就死亡了。 然而这一切,妻子并不知情。 那一天,柳雷走后,孩子还是一直地哭,哭到睡着了,还得小声地抽气。 第二天,家里突然有警察到访,妻子才知道柳雷出了事,昏倒在地了。 妻子的意识里,全是柳雷没有去跑活,正在陪着儿子玩儿呢,儿子不哭了,一家人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可是醒过来之后,还是要接受现实。 妻子悔恨,如果昨天儿子哭闹,跟柳雷陪儿子玩儿,那就陪儿子玩儿了,没有出去多好。 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,柳雷永远